灵奇翻开卷宗 重新整理了一遍思路 第一 他们有不在场证明 案发时间是十点五十分 他们在这之前已经离开了现场 出现在监控里 即便此后绕路也不可行 而且死者为了检查出了蛋炒饭 只有他们离开之后 死者才会开始吃蛋炒饭 凶手杀人之后 立即在尸体上割血条 而小区旁的便利店 证实了郭宇 在被受伤的朱慧如回家后 去便利店买了纱布和药水 这个时间点 刚好是凶手割血条的阶段 所以 他们不在场证明很坚挺 第二 凶手花费了几万块钱 引路人破坏现场的做法 是个大手笔 他们都没多少钱 舍不得也想不出这种破坏现场的方式 第三 他们店里的那把刀是崭新的 并且近期附近商店 没有见过他们新买同把水果刀 第四 他们的口供没有缺陷 第五 星期五下午 张冰收到了经鉴定 是凶手的恐吓信 他们俩都有不在场证明 第六 案件证实 是连环命案的凶手干的 可是连环命案刚发生时 朱富来 朱慧如 还没有来到杭市呢 郭宇 也不具备连环命案的能力 他们的指纹 也都是不匹配的 严良快速地把这六点记录在本子上 又看了一阵 点点头 自言自语道 唉 真的很厉害啊 您说什么很厉害啊 严良抬起头 一场犯罪 能制造出一系列的非犯罪证明 而且看着证据 都是异常坚挺的铁证 真是很厉害啊 灵奇露出了不太相信他判断的表情 呃 这些都是铁证 没办法伪造啊 严良笑了笑 似乎可以这么说 即便这边区域内所有人都有嫌疑 唯独他们 是最不可能犯罪的 灵奇干憋着嘴张了张 回应道 他们是凶手的话 不可能伪造出这些铁证啊 你说的没错 严良点点头 不过 如果在此基础上 再加上一个条件 那么以上的所有铁证 都能分崩瓦解 哦 什么条件啊 灵奇惊讶地看着他 除他们两人之外 第三个人的帮助 第三个人 呃 您是指 朱傅来吗 尽管我当初调查时 也一度觉得他可疑 可是他是个瘸子 本身行动就很不便 而且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店里 给张冰家塞纸的那一次 他也有不在场证明 即便真的是他用了某种方法避开调查 参与犯罪的 可是 凭他是一个瘸子的能力 也做不到这些吧 普通人当然做不到 哪怕一向也做不到 只有 他停顿住了 没有继续说下去 转而说 我想跟你来逐条探讨 首先 是第一条 不在场证明 严良喝了口水 认真地看着对方 所谓不在场证明 最基本的直接定义是 凶案发生时 有证据表明 嫌疑人不在现场 徐天丁的案子里 10点42分 郭宇和朱慧如 出现在监控中 由于这是机器记录的 无法伪造 这是最客观的事实 即时间 地点 人物三要素 都无法伪造 而之所以让你们认为 他们有不在场 证明的基本逻辑是 凶案发生时间 是10点50分 他们经过监控之后 即便从再远处 没有监控的地方 绕回案发地 8分钟的时间 也是不够的 所以 解释这个不在场 证明的关键是 凶案的发生时间 并不是在10点50分 应该是在10点42分之前 结合他们走路 后卫的时间 我认为 命案发生的准确时间 大约在10点20分 到10点40分之间的 20分钟里